我們台灣準確率是多少 我們的核商檢測你可以講說 檢確率較近百分之百 這個就是 他的敏感度不是百分之百 是有的時候是採檢的問題 有的時候剛好病毒量出來比較少 你驗不到 所以有的時候會有復養 陰性又復養的情形 所以你可以說有的時候 它是因為檢體的關係 有的時候會有點 好像陰性的蛋病點還有病毒 但是核商檢測做得好的話 應該是幾乎百分之百 那百分之二十是怎麼做出來的 百分之二十就是很困難做 你去丟同胞的50% 你丟同胞的百分之五十 這個李醫師可以說是世界的全入率 那他有講說台灣 這個幾乎是百分之百的準確率 那中國因為很多國家 都退貨了又兩層準確率 那你說你也不知道他怎麼做出來的 他們不知道這個 只有兩層的準確率 他們的很多東西 就是做出來就用了 他們沒有經過嚴密的一個研究 那有可能這關乎人命呢 李醫師他們有講他們的產品是在他們國內用過的 他們在國內用過呢 對啊 就是沒有啊 他就是那個也沒有說也沒有聽說他們有一個什麼 那我再這樣問好了 就是說台灣可不可能產生兩層準確率的快篩 不可能你一定要做臨床的試驗 然後經過我們的台灣的食藥組 驗證你可以做你才能夠算 這個醫療器材不是說你要賣就賣的 可是大陸他的法規可能比較受傷 他抓出來就賣了 不過我要請教兩位醫師就是說 我看到現在講就是一方面 要把那個curve把它壓扁 曲線 就flatten the curve 讓它壓扁 壓扁之後我們的醫療資源才不會被衝亂掉 那你的曲線這樣走的時候 往上走的時候 像美國就往上走了 你就要用hammer 他用槌子的概念 把它打平 打平之後要讓它往下走 那我們台灣的本土物理現在還是在低谷 曲線 就那個curve根本沒有上揚 我們那個境外移路的 在國外跑回來那一段階段 有上去一下下 但是很短 後來就往下走 那段時間就是台灣迅速破百 破150 破200 可是這幾天開始又往下走了 所以我們的台灣目前防疫的中後 會發佈的消息 用醫學的角度 我們未來其實蠻要預測的 可是根據我們之前的經驗 我是覺得說它的 我們會突然翹起來的可能性 尾乎其尾 應該不會 我們也不可能會達到封城的地步 你看比我們嚴重的日本韓國 他們有封城嗎 沒有 他們沒有封城也是可以達到很有效的防疫啊 為什麼呢 你就是重點式的 重點式的防疫這很重要 你要抓到重點嘛 像清明姐 大家說要社交距離 社交距離我覺得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你不可能一天24小時都保持社交距離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 其實最重要的是 你不如去叫大家戴口罩 就像我這樣子 戴口罩 戴口罩其實防護效果應該是 也大於你去限制社交距離 而且接觸傳染 這是很重要的 你清明姐大家去活動 我最擔心的其實只有旅館 你在戶外活動 你去掃墓 我都覺得沒有關係 可是旅館裡面那個接觸傳染 你沒有看到病人 你都可能會感染到 所以這個時候一定要所有的民眾 你到旅館裡面接觸到任何東西 不可以摸你的鼻子 你的鼻子再怎麼樣 不能摸 你到自己好好的消毒以後 你才稍微摸一下 這個也重要